这里是宝岛台湾的第三大城市 高雄 400多年前的明朝万里年间 这里还是一片经常有倭寇和海盗出没 不起眼的小渔村 汉人给这里取了一个调侃的名字 打狗 然而今天的高雄早已不再是 当年名叫打狗的小渔村 而是一座风光秀美 又充满文艺气息的港口城市 巨轮进出的高雄港 是台湾最大的港口 因此高雄有了港都的美名 高雄85大楼 在高度上虽不及台北101 但有人却认为 它比台北更摩登时尚 坐一次地铁 就可以在世界最大的玻璃艺术穹顶下 欣赏一场顶级的音乐灯光秀 荷花绽放的莲池坛 淡雅如画 蜿蜒流淌的爱河水 清秀自然 一条条独特的艺术街区 让许多人认为它比香港更有韧味 那么这座城市究竟还有哪些特点 打狗的救命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本期视频就请和两颗太阳一起 云游宝岛台湾的南大门 高雄 高雄 古称打狗 是台湾省夏侠的一座城市 位于台湾岛的西南部 作为仅次于新北市和台中市的 台湾第三大城市和最大港口城市 高雄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是繁华时尚 却又不失浪漫情怀 而这种城市性格 也被设计师融入到 这座地标建筑 高雄八五大楼之中 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 高雄八五大楼 以378米高的挺拔身姿 树立起城市的高度 这座建于1989年 落成于1997年的摩天大楼 虽然已经有27年的楼铃 却依然保持着台南第一 全台第二的高度 高字形的外观设计 让它成为高雄名副其实的代言建筑 而顶端形如花朵 绽放的造型也传达着吉祥如意 花开富贵的美好期盼 作为高雄市最重要的地标建筑 八五大楼在城市上空彰显实力 把凌云壮志写入蓝天 成为高雄最著名的都市景观 在台湾 地铁被称作捷运 我们可以理解为快捷运输 高雄是台湾第二座开通捷运的城市 捷运美丽岛站 是众多人心中的最美地铁站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圆形地下车站 捷运美丽岛站的光之穹顶 由意大利宝藏艺术家水仙大师 用了四年半的时间设计完成 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件玻璃艺术品 4500块玻璃 租成了660平方米的画作 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 令无数乘客忍不住停下 匆匆的脚步 陶醉的欣赏 当列车抵达美丽岛捷运站后 会立刻被一束五彩缤纷的光影所吸引 让所有乘客都可以投入到一个 音乐与光影交汇的梦幻空间 令人忘却赶路的疲惫 成为高雄一处独特的地铁风景 作为台南地区最大的城市 高雄自然不缺少繁华的商业中心 由统一集团主导开发的 梦时代购物中心 以121万平方米的商业体量 成为高雄的商业桥处 这座融合了自然 海洋与生活概念的建筑 曾荣获多个国际建筑设计大奖 定仓取名为高雄之眼的摩天轮 也是它最吸引人的亮点 梦时代购物中心 每年吸引超过1600万以上的游客潮生 成为全岛首屈一指的观光景点和城市地标 在400多年前 当地的原住民为了阻止经常在台湾西部 及大陆东南沿海一带 出没的倭寇及海盗 便在家园四周围中次竹林 并以竹林称呼这里 而当地语言的竹林被汉语音译过来 就是打狗 所以打狗成为了城市的救命 马关条约后 日本占领台湾 当时的总督认为 打狗的名称过于不雅 同时 日本已选定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为 进出南海的枢纽和战略港口 期待它为日本帝国的发展 和大东亚战略做出贡献 于是便将打狗改成了高雄 寓意高高雄起 高雄港是台湾最大最繁忙的货运港口 它的原名就是打狗港 在日本占领时期发展壮大 时至今日 高雄港的货物吞吐量 占全岛港口总量的50% 繁忙的景象每天都在上演 而这里不仅仅有货物进出的匆忙节奏 也有着浪漫的艺术格调 高雄港第三传区内的 博二艺术特区 是高雄市内最知名的艺术展示区 博二原意为第二号街坡码头 所以这里是由一个废弃码头 改造成的极具后现代风格的艺术特区 在这里 你不仅可以欣赏到 妙区恒生的艺术装置 还可以乘上火车 看一看文创 或是坐着游轮 捶一捶海风 感受文艺的气息 这里还是高雄各种艺术节 和展览活动的举办地 不仅很多游客前来参观 更吸引了国际最知名的 电影特效公司进驻 是这里成为亚洲电影制作重镇 被誉为亚洲地区的好莱坞 艺术文化区引领着高雄的时尚潮流 而静静流淌的艺河水 则讲述着城市的故事 发源于高雄县任武乡的艺河 从高雄市穿城入海 是高雄的生命之河 艺河原名打狗川 后因运输原木 又被称为高雄运河 上世纪40年代 因这里经营的艺河游船所 在一次台风过后 招牌损坏 只剩下艺河二字 从此打狗川改名成了艺河 这条全长仅12公里的小河 一如它的名字 美丽动人身轻宽宽 白天的艺河清新秀丽 两岸绿树成荫 你可以乘船在微波荡漾的河水中 尽情欣赏两岸景色 夜幕降临时 艺河的花灯亮起 流光一彩 起立又绚烂 当然 打狗这个旧称 还眷刻在英国领事馆 历史遗迹与见证 1866年修建的高雄打狗英国领事馆 位于高雄港口北岸的古山之上 这幢文艺复兴时期的 巴洛克风格古董建筑 是清朝外国人 在台湾地区正式建造的 第一座领事馆 内部陈列着珍贵的高雄实际文物 透过二楼的远拱窗 可以远眺台湾海峡和高雄港 来到这里 可以了解高雄的历史文化 也能欣赏海滨都市的风光 是高雄一处著名的历史景点 位于高雄市西侧的西子湾风景区 以碧海蓝天的海滨风光 和金色的夕阳落日 吸引了无数游客 被称为是台湾的西湖 日落时分漫步于海岸边 看着海面上远航的船只 看着落日一点点沉入海平面下 心情也会随着夕阳一起沉醉 山海浑然的西子湾 炼焰的波光映衬着高雄港 繁忙进出的各国船只 极具港都特色 1980年 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 全岛仅有的一所海滨大学 国立中山大学 又为西子湾 平添了积蓄文化气息 这座大学不仅学术氛围浓厚 学术成果亮眼 还因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让学生在校内即可从事冲浪 滑板与风帆运动 不过这种极佳的自然环境 也吸引了许多野生猕猴的入住 学生来到这里学习的第一课 就是要与这些猴子和谐共处 另外时至今日 这所大学还保留着 只有通过标准的25米挖涌 和3000米长跑才能毕业的传统 从西子湾达成轮渡 大约七八分钟的时间 便可以抵达这个 和台湾本岛纯齿相依的 齐金半岛 齐金半岛原本是一条 宽200米长11公里的沙洲 沙洲外侧连接台湾本岛 1967年高雄港为了开辟第二港口 便将外海中的半岛地形阶段 让齐金成为一个独立小岛 于是就形成了高雄 一处富有诗意的小岛 平缓的沙滩 大片的木麻黄林 与布满礁石的大海 构成了一幅优美的海岛风景画 齐金岛上的一端 有一座凸起的小山 名叫齐后山 海拔只有48米 山上的齐后炮台 是清光绪年间 为恶守达沟岗整体安全 以地形高度设置的 三座炮台之一 登上炮台 眺望远处灰蓝色的大海 仿佛沉浮于历史的汪洋 回望着高雄的往事 齐后山山顶 一座白色的灯塔 就是文明侠尔的 台湾岛第二大灯塔 高雄灯塔 清朝末年 达沟岗被设立为通商口岸 为确保货物运输的安全 修建了这座方形砖塔 目前高雄灯塔 已是宝岛的名胜古迹 爱河潺潺入海岗 夜色深深 灯塔闪亮 高雄这座著名的港都 达沟的别名有些奇特 爱河的流水却这般随性 它是贸易繁荣的深水两岗 也是风光秀美的海滨之城 当你来到这里 吹吹小岛的海风 品品夜市的美食 看看城市的历史和如今 你将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记得点赞评论 收藏转发 这里是两颗太阳 让我们下期再见